好 请观众们再来看到 我们问到这边 云端图预算的物模式 到底以云端公司 提供云端图的公司 它可以提供哪些服务给大家 好 大家看看 这边我们把分成三种 一个 从我来讲就是 网易级服务 事实上 比如说 Software as a Service 所以我们拔出叫 这个地方叫 叫SAS Software as a Service 软体 as a Service 所以我们把他称过 软体结婚了 也就是说 云端 提供 软体给你 可以在它那边执行 但你要 你要下转再执行也可以 所以它帮你执行 把结果传给 叫我叫Google W 都用Google W Google W 你甚至在上面 可以让你文章编辑器 用文章编辑器 用文章编辑器 你加一个Growse 你就可以用Google W 去编辑你的 Wall 文件 Many 有时候下文章有问题吧 当然 但是大致上是可以的 所以 你不需要在你的用户方 执行它的 Software 你可以让它 Software资计在远关 在远关机场 送它上的Software as a Service 所以 你的 你需要的 你的手机 你的平板 你的电脑 你需要的工具不用太大 你不用换这个软件 你加个Bronzer 你要有一个Bronzer 像你用Ie的 你用这个 苹果的 Apple的 或是用Crom 之类的 或是Firefox 基本上 你都可以的 当然 有些时候想一般把箱子都可以 但大致上都可以 所以 所以 这是Software Service 这样软件 一定要如Orbis Gi Gi 通过网易 我们往路以併工方式 服务来活动 来提供 使用者可以选取 取用各种服务 OK 但是 大家 可能各位 在乎各位 比较接近 比较跟你 比较关系的 应该是这一块 那再来呢 第二块 我们叫 平台及服务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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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越南意思 这种平台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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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rvice Platform Service 这叫PAS 那这个部分的符合 是你用给什么 程度设计者 系统态法者 所以 呃 假设各位 可以在做程度设计高手的话 你会用到 对不对 像比如说程度设计 平台 java 平台 平台 當然 如果你有听过 Date 代表你应该 有一些 students 制裁 了 甚至说你有听过 Python 更 比如說你有用過 那就更 更接近 你只能這一次 所以這樣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 服務的兒子 提供給台灣人員 可以通過網路 進行程式的 大家用台灣的執行 不用在自己家裡的平台 你不用在自己家裡的平台 在你電腦 你只要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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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郊子去存取 去使用 家裡的一個 這個 這個環境 這個 這個 這個都是因為 雲光耗加上網路的快速 加上網路的快速 所以我個人認為 網路還是最重要 目前 因為有時候網路害怕的 所以你在那邊等 等待的時間是不是很久 所以網路是有問題 一直都是有問題 它慢慢的 可能會有 更快的一個發展 現在基本上 慢慢的忽然 還可以接受 它如果量大的一個需求 它會比較慢 再來 基礎設施 即無 基礎設施 我們還稱為 infrastructure infro 就是內部 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 所以各位看看 就是 i-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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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 我可以提供 我可以提供 基礎設 包括 資料庫 去主機 網路 這是我所說的 基碼 一個圓端基碼 這樣可以來提供給 圓端 user 來使用 所以這是 目前可以提供的 但如果你在 Apple 或是在 Google 基本上這些 Google 都會提供 所以它不是 會族化的一個 Google 但是 平民的Google 庶民的Google 大家都可以用到 所以這邊就有三塊 I-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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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提供 具體系統 技術 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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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提供 幫你架一個 修理基礎服務 這個地方是 幫你架構一個 城市開放平台服務 這個地方 可以讓你可以去 用完璧的服務 像Google 所有的東西 都在語言執行 你只要有 更简单的设施 你只要更简单的地方 你就可以来操红它 要使用它 所以这个就是原创的好处 那另外还有哪个Service 这个你讲得出来 还可以写进来 Desk Card and Service Security and Service 就是安全 线杖上的 还有Block Base and Service 还有Identity and Service 就是Sense Moment的一个处理 Identity and Service 有些可见是每个营域里面的定义 你都可以把它上线到 比如说上面 好 那我们再更深入的看一下 像管理及服务Sense 所有的Service 从网络上提供管理服务 用你订阅的方式 取代购买商业 购买商业的方式 当然现在你用很多Sense 是免费的 是免费的 那如果用比较进阶的版本 你要这么进阶的方式 就把肯定要付费 那大家现在有很多是免费 那基本上如果要付费的话 就是订阅的方式 取代成购买 你用多少 或是你用多少空间 就算多少 空间的钱 不是只要把整个新门买下来 整个完体购买下来 不需要 好 那一般你可以随过网络器 随时随时存取服务 就是browser 那代表性就是这一个 那这个我小时候没用过 这个比较熟 这个比较熟悉而已 那这个就是过程性 这个可以看 好 好 那所以就是ASS 包括这些铁铁铁铁 包括什么email service e-commerce 然后这个market pin 等等 所以 可能各位 最应该接触比较多 如果你是 非工 非自动 或电机的 或是非工程 可能是要求你管理 商口类 可能在这一块 会接触比较多 那 你可能会享受到 很多这样的好处 好 这个预算的好处 好 好 再来平台节目呢 呃 就是 可以帮使用我们 教会的代表平台 那 所以 这么讲 独立管理代表人员 好 所以这时候 又很适合 用在预算上面 用多久 用多少 用多少 好 那不要用 就把机能吃到甜甜的 然后就这样 所以说 又有支援分析 那接触支援的代表 那像 比较有一次 Google Google App Engine 这个 我不知道这个朋友有用过 它 它 它可以帮助机能很快的 做一些应用出来 好 我 我有用过 呃 一部分 所以 所以 你要把你的企业邏輯 就是你的商业邏輯 你的商业方法 把它实现出来 你可以加一个MVDH 好 比如说你要跟客户溝通 或者跟客户怎么样 你可以用MVDH 然后 然后就在看这个方面 就可以帮你做一些 这个应用方面的出入 这个有别的软件 刚刚上面那一个 这个 好像这个 帮你加个服务器 APP server的概念 不是你个人去 编那个文件 这样一件事情 我是要服务给 我的客户 我这样一时 我比如说 我卖一个东西 假设这样 我卖一个东西 那我就从他 从他那边做 从这个 这个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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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卖一个 购物的一个 那大家可以拿来 Android Go 所以你不用那么个 HOP13去架 设计 你不用 直接来通过就好 你用个APP 那 最后一个是这一个 那还有 这一个 第二个也 第二个是 麦克斯沃尔都应该有 Pinco叫 Android 或是Android 这个是一个 文字 Android 那这个是 Emerald 最有一个名字 所以 Emerald Android Google 这两家都做得不错 那 哪个是有的 比较没有用 我不知道 所以应该也 也 OK啦 当然 目前雲做得最好 应该是Google 跟Arnold 特别是Arnold 他主要是 主要是 就是他 这些 这些 比较 比较属于这种 中方 这个 中间或地 中间最一层 或是下面这一层 最明显 那Google 当然 前面这一层 他是 他是蛮多 东西的两大用 Emerald Emerald 就没有打这一遍 Emerald 是打后面 中间跟后面 就是PAS跟这 跟那个 IAS 好 那 所以Emerald Emerald Emerald 所以 这样子 开放人员 开放人员 可以透过 可以透过 这个 平台 把 这边是 Business User Business User 也就是说 企业里面 一些 管理 不管是销售 管理 或是行 或是做一些 什么库存 仓存 各式那样的 Business People Business Step 把他们喜欢做的 一个企业应用 希望把 Business Application 可以把它架构起来 提供给客户 各个地方服务 这之后呢 这个 乘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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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 会架出乘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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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可以开始开张的 可以开始去营业 所以这时候呢 你都这样吃的 然后你就可以看到说 我这样的一个营业模式 我这样的一个开放 不是运转模式的 我可不可以用到 包括说 对我往路的频繁 因为我好像去你的主机 去你的server 客户会进来逛 会进来买 会进来下架东西 所以你大概频道要多大 你要跟你的云 服务公司要讲好 对不对 包括说上传频道要多大 要多大 这个都可以宣告 而且在这边也有 Google它也有给你定交要求 每一个 你如果要上传到这个APP server 虚拟的server 每一个Digabyte 这是美金 0.12块美金 就是说 使用者如果 客户如果上传资料 那句话 只要是 一个Digabyte 就收10.12块美金 不会啦 不会啦 那 如果要 下载的话 下载的话 每 Digabyte 也是0.1块美金 比如说你是提供的书面也有一个 应用服务 那就是帮我们把一些 个人的演义作品 放在上面行销 那做一些 做一些广告之后等等 那这个下载 下载 下载 只花0.1块美金 只花0.1块美金 那有时候你的APP 没有用到那么多 他就不会先赚钱 他现在就挨头 他就不赚钱 所以说 这个都会 这个都会去市场 还有工艰 每个月 一个Digabyte 是0.15块美金 每个月 那 这就是 Google dp engine 的charge 那为了有 云端硬碟 Google dp engine Google dp engine 如果你要大的空间 那你要付钱 那这个说一方就不一样了 因为那是 就是另外一个pricing的方式 那这个是跟着APP engine 所以他都会有pricing 那每个消费者 每个都有固定 免费的用量 超过的才会出的 很信任 你如果要开公司的话 要 你要创意要实践的话 你要驾车 你要驾应用的话 那你就会考虑 就跟Google dp engine 去订购的地方 或是Amaz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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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另外 这边也有一些 开玩手机 你建议网路 网路应用程式语 过程在上面 那给你500k 的Storage 那到 Ruminium Cash In Nomx 知道的Cash In 和Event 和Econom 那他这个 给你交了一个 一个优惠 那程式语言很好 限制使用 就这样 Python 跟Jar Pyth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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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Jar的一种 只不过 是Google 特别 针对云端 云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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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Python 那Python 就是Jar 这些啊 里面的一个 怪异端 就是 可以查一下 这是一个名声 好 那再来 基础的设计 基础是 IAS Involtstructure and Service 好 变腦基础 建设 只要你们可以 后组网路出去 完整的 基础设设计内容 包拔周围系统 然后我讲 路由器 处理器 伏展品 都Balancer 这要做做 这要做 也就是说 刚刚的那一层 你碰到的 就只有 有一个开他平台 可以帮你弄一个程式 就这样子而已 你不会去在意 你用什么作业系统 你不会在意他 什么作业系统 对不对 只要你利用 可以实行就好 可以弄想就好 好 那如果你的需求更低层 你连作业系统 你就要指定 你连华某桥到的指定 你要自己架过一个路由器 然后 你要自己架过华某桥 你要自己架过 卡塞塞 处理器 西地区 你要几个你都想去 这个 这个定工 都要讲得很清楚 那你都落到 向我服务的背部 这就更大了 这个就是道理 你是 这个 可能就是一个 机房 一个 一个组织大队的 一个主管 的理想好 开动 开动